今天跟周显講一個比較特別的話題 他很喜歡講的 過去比較小題的 就是紫微斗素 你很聰明的 我當然不聰明,不懂紫微斗素 什麼? 紫微氧,斗素和空那些不懂的 你真是命理,現在你懂的,你有學過嗎? 我不懂,我不敢說懂 我懂得很多人在學學 我那天吃飯的時候見到 吃飯的時候見到三人說 什麼你有學過嗎? 什麼你有學過嗎? 很多人對於紫微斗素 紫微,對於紫微斗素是很熟悉的 但你叫我講的,我就不懂了 紫微斗素,鐵板神算,這些東西就不懂 因為太花時間 你一定要用很多時間去研究 如果你用時間研究,那當然可以 但我不用時間研究就不可以 在想這些東西 但其實我和你平時吃飯,有時聊天 你對那些命理,或者這些玄學 你都有很多看法 我寫過一本書叫做《逆經密碼》 為什麼你會對這些知識,有追求的心態? 《逆經密碼》是一本歷史書 它是講《逆經》 你看過嗎? 我看過 《逆經密碼》是一本歷史書 不是講算命的 算命的人,因為我認識很多人很迷信 所以我就很奇怪 我和你那個巴巴伯格 即是那個盲眼,那個布加利亞類元家 我就認識很多人很迷信 聽了很多這些故事 在我來說是半信半疑的 但問題是你用那些時間就會是… 而且有些故事有些東西就知道 鐵板神算怎麼來 等於我講《逆經》怎麼來 沒有人能夠清楚 因為我特地研究過很清楚 已經怎麼來 鐵板神算那樣東西是怎樣 鐵板神算本來最難 最基本就是… 最基本就是紙評 就是八字 聽過鐵板神算據說是… 邵鑊哲的蠢指數 就是說它將全部有format 就變成了鐵板神算 就是這個意思 我聽了很多這樣的基本原理 我就知道的 就是紫微斗水的星象 怎麼排名 其實是出自西方那些… 就是西方那些星的 就是西方的尖星術的 全部都是來自… 全部都是來自那些… 巴比倫那些尖星術的 所以它的牌位 但是後來那些星就變成虛星 就是…就變了去 但是中國都還有星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這些東西 譬如楊偉龍就是… 楊偉龍也是看非星的 專家… 就是很多人做術數 沈大師也是看術數的 所以變成了聽了很多故事 所以就變成好像表面上 騙到你那種認識 但是實際上呢 我就不認識,不認識算的 當然如果實際上說幾句… 因為以前… 我知道,每一次呢 當你去那些星座牌的那些 你就會很煩的了 但是現在就沒事的 對呀,其實上網… 現在上網就這麼多 我已經學過的年代就是… 就是那個年代之前 我很煩,學了幾天就沒有學習了 那時候很有名的 什麼… 有一個叫做… 什麼樓主呢 台灣的… 台灣有一個很有名的 香港人最有名的就是… 知名養 沒有合作家 我又認識一個樓主樓主 但是不是這個 沒有合作家有… 沒有合作家有幾個樓主的 有很多樓主的 但問題就是… 樓主樓主就是最有名的 是啊 但是呢,我們說回來 你聽這麼多的這些… 玄學的故事 有沒有哪些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覺得比較特別 我講過一、兩次的 就是楊慧龍的故事 我覺得最發人心醒的 就是… 楊慧龍有一次跟我說 他說… 他說… 很快… 沒有多久之後 阿歐巴馬會死 然後我說什麼時候 他說一個月之內 然後然後再幾多久 他說一個星期之內 在一個星期之內就死 這麼厲害 我真的說得很實 然後說人家一個星期之後 然後麥克爾·傑森死了 因為他算出了 即是他很準確 他算出了美國的圖案死了 而且圖案死了 那就是奧巴馬 第二個故事也是類似的 他就說是美國故障 因為他之前算出了金黃海嘯 成功算出 美國故障 然後我們就不相信 什麼時候故障 他說是一個月之內 我說再看什麼時候 他說是一個星期之內 然後原來是美國的風災紐約爆了 風災卡特利納之類的類似 卡特里羅 是 原來他就算了紐約有大災難 紐約有大災難的意思就是美國故障 肯定是 他猜不到真的是巨峰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又說了很多 譬如日本爆破 結果就是東京地震 然後我就問這件事 我就問沈大師 沈大師說 因為沈大師學這些 所以我就聽了這個故事 他說這些是足機 他說其實你算不上 所有人都算出那些東西 就是說你看圖表 所有人都看那些圖 為什麼這個觸機 這個人厲害的呢 就是說他可以跟現實能夠夾到這件事 這個人跟現實夾不到這件事 就是夾的能夠來match那個 那個聲象或者那個掛象 所以他們盲人就特別是 正於這件事 因為心特別通 那就跟現實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 你才能夠做到那件事 所以有些人算得好 有些人算得好 其實都是這樣算的 但問題是觸機 就是那件事你想不想到 那個correlation 這個是好什麼的 然後我就再問楊偉龍 為什麼你這麼霉 就是你猜得這麼準的 你都這麼霉 就是類似說 軟轉一點 現在真的直接一點 他說 哎呀 他說你不知道了 我學飛星 那些飛星呢 就只是猜到壞東西 猜不到好東西 他說因為呢 你聲象好的時候 你看不出很正常就好了 他說大家現在的意象很噁心的 那些東西 就代表有災難 他說我們最厲害就算災難 好事就算不出 所以他永遠都算了災難 就像賣樓啊移民啊 做了所有的事情 然後災難連來走到另一邊 所以他只算了災難 他算不出好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是說 其實基本上 他每次都算歪了一點 他算是有的 但他觸機觸錯了 就是奧巴馬和Michael Jackson的分別 好啦 今天和周顯聊到這裡 不是想導人迷信的 不過呢 只不過因為 每次和他吃飯的時候 他有很多這些 古靈精怪的故事 告訴我們 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下